各位曲波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曲波 今天是星期四晚上 第一个阶段是科技问答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还没回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网友问到更新这一支股票 它的未来需求发展性 我之前也没注意到这一间公司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这一间公司呢 它主要的项目是在做检测认证相关的 这些所谓认证的公司呢 其实啊 坦白说还蛮容易赚钱的啦 主要就是说呢 你很少有看过一种生意呢 是人家拿钱来给你 还要来拜托你的 那认证就是属于这一种公司 所以呢这一间公司呢 我们来看它的这一个财报 你会发现 它呢从这个2015年开始呢 你看它每年的EPS大概就是7块到8块 几乎可以说是 长年都维持这个数字 那去年呢稍微增加 我认为这是因为去年这个半导体业大好啦 电子业大好 所以它赚了比较多 那电子业如果恢复常态的话呢 它大概就恢复成原来的7块到8块 所以我只能说呢 这一个验证类的工作呢 真的是一个好生意啦 人家捧着钱来找你还要来拜托你 而且这间公司确实也是好公司 你看它赚个7 8块也是不简单 但是呢这种公司的成长性就比较不够 这个没有办法 公司是好公司 可是股票市场要的是成长性 如果你的公司呢没有办法一直成长的话呢 它的股价就不容易有太大的变化 那没有太大的变化呢 基本上你就只能当作它是一个长期投资啊 各位听到意思 就是你也很难要求说 它在短期内会有什么很大的获利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价 有没有你看哦 这个2020年有高点 但是慢慢又恢复到190 就是你很难预期它将来还会在很明显的大涨 这个比较难啦 因为这种获利稳定的公司是好公司 那再来网友问到每一个区块的block hash 是不是要等到区块写满之后 要生成下一个区块才会产生 呃这个是区块链的东西啦 我这个直接讲可能各位也听不太懂 我们有很多影片在讲区块链 各位可以再去找一下 那 这个区块呢算这个hush呢主要就是为了 确保这个交易资料无法篡改 但是呢光算hush是不够的 基本上呢除了算hush之后还要比大小 所以呢采矿呢基本上是 猜浪是算hush比大小 所以呢不是只有一个步骤 那么区块通常是写满交易记录之后才开始算的 没有错区块链就是一直在采矿 采矿就是一直在生成下一个区块啊 所以没有错 那细节的部分可能就你再看一下我们的影片 这个上礼拜网友问的 对啦我是当任上市公司的董事啊 但是问题是 那不表示呢 我是投资很多钱啊 这个董事有好几种啊 对不对有些董事呢是被被指派的 所以呢这个我是中产阶级啊 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很有钱我是中产阶级 然后物理学的知识啊 坦白说呃物理学不算是我的专长啦 虽然材料科学跟物理有点关系 呃我硕士班还跑去清大物理系去修固态物理 现在想起来真的会发抖 那个年代怎么这么有胆子 这个清大物理系有很多都是怪才很聪明的人 跑去跟他们学物理真的是不想活了 不过后来呢也有几个啦没有被当掉 呃有机会可以聊物理学 但是物理学不是我的强项啊 再来网友问到特斯拉好像往三原理电池靠拢 这个我不太确定你在哪里看到这个新闻 事实上呢现在全世界的车厂呢都向磷酸磷铁电池靠拢 你看哦这个是去年底的新闻 特斯拉改采磷酸磷铁电池 所以目前的状况都是像磷酸磷铁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磷酸磷铁电池便宜 各位知道三原理电池的聂孤猛 这几这两年都大涨 所以呢这个成本是越来越高 第二个重点就是安全性 因为三原理电池安全性是有问题的 所以用磷铁电池磷酸磷铁是比较好的 那台湾的AI公司 坦白说确实台湾也有几个不错的AI公司 像那个什么配星互动是不是 不是跑到国外去挂牌吗 所以其实也是有不错的AI公司 那么台湾的软体工程师 其实也非常的水准蛮好的 所以呢能力也蛮强的 只是呢在台湾我常讲就是平均而言 这个软体工程师的这个薪水呢 比这个电机器电子的工程师比起来呢 比较吃亏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台湾的企业大部分还是以硬体制造为主 所以硬体相关的职缺就多 所以呢这个电子五哥啦 这些工作呢里面呢 需要的电子电机的人就比较多 工作比较容易涨 那么薪资也相对稍微高一些 那软体呢各位知道 现在的这个开发程式是越做越好 所以就是说 它不需要真正资工系也会写程式 我讲个例子 譬如说你跑去这个巨匠电脑 或连城电脑去上三个月的这个程式课 你就可以写程式了 因为就越来越简单容易入手 那么也因为这样它的门槛就变低 那门槛变低的结果呢 这个薪资就比较不容易高 但在美国是相反的 美国呢是软体工程师的薪资比较高 硬体工程师薪资比较低 这个我觉得跟产业结构有关系 这没有办法 所以我认为台湾的AI公司在世界上竞争力是不错 不过呢 他们在台湾的这个发挥空间有限 相比于在国外呢不太一样 因为台湾的企业还是以代工为主 做软体要有价值一定是创新 做第一个像Google 这个Amazon这一种公司 才有这个容易有价值 我待会把一个影片贴在这个上面给大家参考 这个影片就谈到了资工系跟电机系有什么差别 这个影片我觉得讲的还蛮清楚的 你再看一下 网友问具有科技是台积电的合作伙伴 那么也做细致台 那么我对具有科技的看法 那我们先看一下具有科技 我想他做什么就不用看了啦 因为做IT的公司有好多家 那我觉得你如果要问我具有表现怎么样 你很简单就看他的财报就好 因为这种公司 你看哦 有没有 你看这种就是我讲的 过去都在赔钱的公司 去年呢突然因为这个业绩缺货 业绩突然呢大家订单都增加 所以业绩就转好转正 所以像这样的公司呢 通常就要看他有没有能力留住客户 等这一波半导体景气回反转了 那他呢会不会被打回原型 变成原来的样子就不知道了 有哦 你看这间公司一下赔钱一下赚钱 其实呃表现的就平平啦 那么我怎么买虚拟货币哦 哎我不建议你买虚拟货币啦 所以我我也不想交这个东西 免得害到你哦 哎那个Nuner币跟UST才刚垮掉 你就要买虚拟货币 所以你是想危机入市的意思吗 这个我还是建议你不要碰啦 再来台湾爆肝能力有赢日本吗 呃应该是有啦 不然哪来的自信 每日合作可以对付台积电 呃我想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看哦 这个日本有没有爆肝能力不重要啊 重点是美国不能把宝全部押台湾啊 这不可以的哦 台湾毕竟是很危险的地方 所以美国想要去拉其他人来 合理的哦 这个是分散风险 他并不是要对付台积电 他是怕哪一天台积电出事的时候呢 他有其他的人可以来这个合作嘛 对不对 所以每日合作啊 跟美国跟韩国合作都是同样的原因 啊记得日本主要的强项是先进材料 跟先进特用化学品哦 那么韩国的强项当然就是先进制成 这个拜登还跑去三星看他的三难以制成 所以美国拉日韩主要的目的不是对付台积电 他的目的是要做second source 就是避免了这个将来台海有变的时候啊 这个美国呢 他的晶片呢会被拖垮哦 因为台积电不能帮他做 所以你看美国做什么事美国首先强迫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对不对哦 然后再来呢 他就是跟日本韩国合作哦 这个我想都是很正常的这个呃 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哦就不重复哦 这个你千万不要把美国当作是这个美国队长哦 那个正义的化身可以牺牲自己哦 还来拯救别人哦 不要去想这种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一定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我如果是拜登我也会做同样的事哦 你就想你是拜登你会怎么做就是这样哦 当然成本不会低成本不会比台湾低 可问题是当台海有变的时候成本高还是得用哦 所以这不是商业的问题哦 这是战略的问题哦 那问我现在还建议去台积电商班吗 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建议啊 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还年轻那想要去尝试一下 这绝对是好事哦 做个两三年体验一下这个大公司这种大型企业是怎么经营跟营运的 那同时呢这个也趁着台积电这几年 成为这个全球第一的这个晶圆代工厂 去学习一下哦没有什么不好 现在是买入公司在这个应该是 我不知道你讲是哪一家公司在 你这个可能要确认一下 最近面板狂跌哦 你看又开始了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10年前的产况啊 这个四大产业对LED LCD DRAM 还有LED哦 那过去这几年状况好转了 那最近又开始这个半导体反转 所以面板又开始在这个叠 这个我觉得非常合理啦没办法 产业的这个循环 那台湾两个面板厂有达跟群创 我认为他就是做一些比较niche的面板 这个电视这种面板就不要少做啦 因为做不赢人家 所以就转型做一些高单价譬如说车用的面板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这种面板 但是从总而言之状况会变比以前差啦 我这几年算是比较好 去重新话是因为有点讨厌政府说的算 对啊可是没办法哦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是牵扯到钱就有人想圈 所以呢一定得要监管 而且是要由政府来监管 绝对不能放任他们偷拐抢片都不管 这样一定会惹出事情 你看这一次木纳币跟USD就惹出事情了 对不对 你看LUNA跳楼 前几天的新闻啊 疑似有一个币圈的人呢 投了6000万去买木纳币啊 最后呢 全部赔光啊 想不开跳楼啊 我就说啦 如果你放任这些人乱来 结局就会有这种事 所以你讨厌 我也讨厌啊 可是没办法 就是要有人盯着 不然就是偷拐抢遍样样来 再来网友问到私有通讯协议WiFi 这应该是Private Wi-Fi这个产业 如果运用在消费性电子产品 譬如监视器上有没有机会 他讲的这个私有通讯协议WiFi 应该是说硬体走的是WiFi 然后呢通讯协议是Private 就是私有的 我觉得这个市场有啦 但是比较Niche啦 我不认为这种Niche的市场 会有太大的 应该就是少数的这个 产品在使用的可能性比较高啦 这间公司可能是有在做这个东西啦 不过我看一下他 去年的业绩也还可以啦 勉勉强强 总之我认为他就是他就是一个比较Niche的市场 这个很难变成主流啦 现在技术盖得出金字塔吗 可以啊一定可以 现在的技术绝对盖得出金字塔 金字塔是在古埃及那个年代 盖出来很神奇啦 现在小Cas啦 那个杜拜塔多高都盖出来了 那个难度比金字塔高多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 第一个网友问到 如何看待大陆这几年创业出现的CPU GPU公司 诶这个是好问题 正常逻辑是Intel AMD跟NVIDIA这些公司 不会给后来者机会 但是美国对大陆的晶片管控 导致一些团队出来 创业也在市场有大量融资 前景如何 我跟各位说 这个大陆因为被美国逼的 现在全部都要自己做 所以自己现在要做CPUGPU 如果在其他地方肯定是做不起来 因为Intel AMD NVIDIA已经抢占这个市场 但是在大陆就不一样 大陆因为被美国逼的 而且他们的民主主义会让 政府去支持这种东西 新创公司 那虽然呢 这个有一些新创公司 可能跟政府领了补助款 没有好好的做 但是也确实有很多新创公司 是很认真在做 所以我只能说呢 这个要时间 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一开始做出来的CPUGPU 效能很差 可是呢 越做就越好 所以 未来我认为 它还是会有一个市场 慢慢的抢到一些市场 但是这个时间会拖蛮久 那还有一个点是 因为大陆没有先进制成 所以就算设计得出CPUGPU 最后可能也得要交给台积电代工 这个也是问题 所以大陆要完全摆脱 美国的这一个控制 其实不容易 设计要到位 然后这个制程也要到位 这个我觉得不是 没有十年二十年 是很难的事情 像按这样的公司 怎么保护自己的Soft IP 不被其他晶片设计公司COPY 签约啊 这个一定是跟客户签NDA 然后release程式码 所以这个只能用法律的方法 你不可能说程式码给别人 你还有什么方法能防 就是用签约的方式 这个红色这一题 我下礼拜再回答 这个是我要找一点资料 会比较好讲 网友问到什么叫光纤偶合器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波导射散 这个称为Waveguide dispersion 波导射散呢 它的意思是呢 光波导的折射率 跟旁边这个基板的折射率 相差很小 所以光呢 就会从这个折射率大的地方 漏到折射率小的地方 就是漏到基板 所以接下来我简单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呃 偶合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呢 就是这个所谓机体光学元件 那么这个机体光学元件呢 灰色的部分就是折射率大的 这一个区域 怎么做的我们先不管 所以呢 这个灰色折射率大 那么折射率大的这个地方呢 光会沿着折射率大的地方前进 这个是光的特性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介绍理由 你就记得 光是沿着折射率大的地方前进 那问题来了 这个光 这一个就称为光波岛 所谓光波岛就是导光的地方叫光波岛 因为这个光波岛跟旁边的基板的折射率差很小 所以光在前进的时候就会漏出来 各位注意看哦 光在这边走走走走到这边的时候 是不是转弯 转弯到这边的时候呢 它会漏出来对不对 就它漏出来之后发现 隔壁有一个折射率大的地方也很好走啊 所以光呢就一直漏一直漏一直漏就从这边漏出来 最后呢 百分之百的入射光进去 最后出来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 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为偶合器 叫Couple 那么这一段很靠近的折射率大的区域 光波岛很靠近的区域称为偶合长度 所以这个就叫偶合 那一般呢 我们的光纤偶合器呢 它不是用这种方法做 因为这种方法是用晶片的方式 我们称为机体光学元件 但是一般呢 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光偶合器 就是很便宜的那一种 通常都是用光纤 因为光纤呢 它的正中心就是折射率大的光波岛 外围呢 就是折射率小的这个纤壳 所以呢 你把两个光纤呢 靠得很近 它就会形成所谓的偶合长度这个区域 那么这一种偶合元件呢 在制作上算是容易的 所以呢 这个一般都是用光纤来做 那如果你用晶片呢 就用这种方法 以前我们实验室就在做这个的 那这边网友问到先进封装概念股啦 这个很多啦 上一次我印象中好像有查了几家给大家 他这边列了一堆 我建议就是你在有空研究一下啦 我想 这个一定要花时间一家一家去看 这个 你先研究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再来 讨论一家一家来讨论 再来网友问到最近虚拟货币 LUNA从最高银煤3000多台币跌到0.004 台湾受害者很多 对啊没错啊 我们上个礼拜才拍一个影片介绍这个LUNA币 这种庞氏片局啊 这个背后都是空的 所以呢 当他信心崩溃的时候 整个就垮掉 所以加益货币很危险啦 我建议各位不要浪费 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啦 那如果你是资工背景的专家 专这个工程师 专业人才 我也是建议你不要浪费生命在那种东西上面 那个东西不会改变世界 那个就是少数人想要圈钱 创造出一堆专有名字 虎外行人而已 那 我有认识一些朋友 本来也在币圈 玩一阵他们也是跟我一样 最后决定了退出 不碰这个东西 我以前也做同样的事啊 我也玩过啊 所以我很清楚 建议你不要 再来是网友说 QuantumScape呢 已经有这个固态锂电池 没有错 但是呢 他目前 demo的都是单电池 或者是少数的几个电池串起来 这个要做到真正量产的固态锂电池 这个我认为还要三到五年 所以没那么快 再来网友问到 完整的制程节点定义 是电晶体密度要增加0.7倍 那么三星的三奈米 大概只有1.7亿个电晶体 那么七奈米是0.95亿个电晶体 那么台积电的五奈米 就已经1.73亿了哦 所以很明显 台积电的五奈米呢 跟三星的三奈米 其实差不多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三星是不是玩文字游戏 其实也不是啦 三星呢 其实他定义他的 三奈米 五奈米 七奈米 跟这个台积电 本来就不一样 你说他玩文字游戏 好像也是啦 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定义不同 因为几奈米制程 就是一个商品名称 所以你爱怎么讲 就怎么讲 台积电有台积电的 三星有三星的定义 那总而言之呢 三星在这个电晶体的技术上是落后台积电 这是事实啦 所以我认为他在 FINFAT这个元件上肯定不会领先台积电 他现在压宝在GAA 肯定又会遇到良力的问题 所以蛮冒险的啦 这个如果我是三星的老板 我不会这样做啦 这太危险了 但他已经做了 所以他只能堵什么 他只能堵到两奈米的时候呢 台积电也要用GAAFAT的时候 记得GAAFAT叫环绕杂集 长销电晶体 我们讲过很多次 我就不重复了 你自己找一下我们的影片 那 GAA因为台积电比较晚 把公司所有的资源压进去 所以 是不是将来两奈米的时候 三星就有机会领先呢 他堵的是这个 确实这也是 不是完全不可能啦 这是有可能 那再来就是GPU大厂 回答NVIDIA宣布 用这个直接晶片 direct to chip的水冷技术 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所谓直接晶片水冷呢 他这边没有详细资料啦 那我在NVIDIA网站也没有找到 不过呢 我认为这个直接水冷的技术 应该只是把冷却水直接接到晶片上去冷却 我猜是这个意思 没关系 我待会再找找有没有其他资料 不过 这个东西应该跟台积电是没有关系的 他这边问我是台积电的技术还是回答 我们曾经做过一集介绍台积电在做这个direct to chip的冷却 不过呢 他真的是把水呢直接灌到晶片的背面 那那个还是学术研究 那个离量产还有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这个水冷技术不是台积电 应该是回答的 彩域是不是具备光学元件跟逻辑整合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彩域做什么 做薄膜绿光片 微透镜光学薄膜特殊制程 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把光学元件做在矽晶片上 这个对于矽光子而言呢 确实是接近的 是接近的 那未来是不是台积电就有机会发展矽光子呢 当然是 这个确实对台积电发展矽光子是有帮助 因为这个 这一种光学元件就是在矽晶片上做光学元件 所以发展矽光子确实是一个助力 但是这边有几个点要提醒大家 首先就是呢 这个矽光子它是有门槛的 彩域做的这些像彩色绿光片啊 微透镜啊 光学薄膜啊 相对这个矽光子来说呢 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彩域要去做矽光子 这中间还有一个gap 不是那么容易克服 但是不管怎么说 对台积电当然是正面的 这没有问题 只不过呢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彩域 彩域去年的EPS是7块4 但它股价400多 所以它本益比是50倍 我坦白说啦 彩域是好公司啦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今年呢 股票市场开始会修正本益比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 如果你在问我的是这个的话 我只能说呢 还是要留意 本益比太高 我觉得会有修正的风险 再来就是可以评论新闻 特斯拉跟电池学者发表新电池 可以使用100年 这个我有看到新闻 我找一些资料看 能不能专门拍一集来介绍一下 再来网友问到IC通路股表现好 那是因为去年啊 去年半导体大好啊 通路股当然就海削一票 这个跟产业生态商业模式 没有什么关系 纯粹就是去年缺货 所以呢 这个代理商呢 坐地起价 涨价 客户也拿它没办法 而且去年呢 确实很多IC都涨价 那么各位知道代理商都是抽百分比 做它的这个获利 所以呢IC大涨 当然IC通路股就大赚 但是这个不是常态 所以今年甚至明年 肯定没有这回事 所以这跟商业模式生态有关系 是因为他们是用抽百分比的方式 所以当IC涨价他们就赚 但是这不是常态 再来三星计划在未来五年 要投资半导体 对台积电的影响 台积电第一季获利创新高 配息仍然维持2.75元 这个原因大概就是它需要现金啊 因为它要在投资 未如市场预息调高配息 对啊 原因就是因为它资本支出很重 所以它没有办法配这么多息 但是这个数字应该比定存好一点吧 这个我讲过了 我去年底 今年初的时候我就一直 这个说 大家如果买台积电 那时候台积电600左右吧 大家如果买台积电想要靠价差去赚钱 不容易啊 你买了之后 大概就是只能领它的股息股利 大概就是这样 那只是我那时候没有讲得那么白说呢 其实 这个 各位想想看嘛 之前台积电在相对高点嘛 相对高点的特色就是涨得很难嘛 跌很容易嘛 我只是万万没想到 还不到三个月就跌成这样 但是也不要太气馁啦 因为坦白说 台积电还是好公司 如果你买的话就是长期持有 很难从股价赚 再来网友问我看不看好 MacOS跟iOS 抢下Android跟Wintel的市场 台积靠苹果 左打Intel 右打三星 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MacOS跟iOS呢 它都是跟别人不相容的东西 它的生态系比较封闭 那么果粉也非常的这个始终 但是呢 它就是不可能变成主流 各位要记得 主流的东西一定是相容性要高啦 那目前至少Windows作业系统 Android这个使用都是比较大的市场 所以这个MacOS跟iOS 大概就是占有一定的百分比而已 不太可能整个吃下来 举个例子 像我就不用苹果的手机 我也不用MacOS 我都是很讨厌那个不相容的东西 当然我用过iPhone 以前公司配手机 我用过iPhone 确实很好用 我承认 但是因为它不相容 所以很讨厌 用起来很不习惯 所以我相信有不少人跟我一样 不会大家都用的 再来网友问到光学AI晶片 是不是新的技术 我不太确定 你说有参考连结 但好像没有收到 那我猜你讲的是这个 麻省理工学院MIT 做这种AI加速应用开发 光学运算处理器 我猜你讲的是这个东西 这家公司叫Light Matter 它是利用细光子跟MEMS的技术 然后用雷射光来提供这个能源 它这边写供电 我认为不是供电 它应该是提供光源 然后在细晶片里面 用光来进行矩阵向量乘法 这种东西类似我们在50年前说的光脑 叫Optical Computer 确实Optical Computer 它在某些状况下速度快 可问题是它没有办法 像一般的电晶体那样 做到这么多复杂的运算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有机会我再拍一集专门来介绍一下 但是这个东西 短时间我认为不容易去取代 再来网友问我正机 正机WiFi 6好像都做得不错 那再加上今年呢 晶片不缺货 所以是不是今年的业绩还向上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损益表 它去年足迹的成长到6.78 那今年的第一季2.42 也是创新高 因为之前一季才做1块多 所以确实今年的状况不错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它正面的理由就是 金元不缺货 所以它呢可以顺利下单 交货赚钱 但是它负面的是今年开始 本益比下修 再来就是半导体的这个需求也下修 所以今年它还有没有机会 维持这个高成长 或者说明年还会不会维持高成长 我是打问号 所以要特别小心这个部分 公司是好公司 那最后一题我们看一下再生金元是什么 再生金元在台湾主要就是中砂跟生羊在做 那 金元在制造过程中呢 有两种特别的金元叫做空变跟档片 它主要是做监测跟维持稳定的作用 那么细金元呢就按照在金元厂应用场景不同 大概分下面两类 一类叫做正片金元 Prime Wafer就是真正拿来长电晶体 做产品的金元 包括所谓的抛光片啊 雷晶片等等 第二种叫测试金元 叫Test Wafer 它是用来监控测试的细金元 包含Monitor Wafer叫空片 跟Doming Wafer叫挡片 这个金元在生 主要是针对测试金元 拿回来再生 我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高温炉 各位知道这个气流呢 从上面流进来 从下面流出去 这个黑色的就是一片一片的金元 这是正片 正面就是你要生产产品的金元 可是呢 这个头尾 如果没有东西挡住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气流流进来 第一片一定长出来的 跟第二片不一样 各位这样听懂意思 所以呢怎么解决很简单 就在高温炉里面放挡片 所以呢气流流进来呢 会先碰到挡片 经过两个挡片之后呢 才沉积在第三片 这样呢 后面就会比较均匀 凉率才会高 这个就称为挡片 那这个挡片呢 不是拿来做产品的 所以呢 不用要求这么高 所以再生金元 就是把控片跟挡片 送回这个金元厂 重新抛光 把表面脏东西抛掉 洗干净 再送回来重复使用 这个就称为再生金元 这个再生金元的数目非常惊人 它不是很少 像这样的高温炉呢 控片或挡片呢 可能不止两片 可能会有很多片 所以再生金元 确实是一门不错的生意 不过 它毕竟是再生金元 所以你看那个中砂跟生阳 其实呢 他们都有赚钱啦 但是呢 不容易大赚 做的也是辛苦 那星云也有 对 没有错 还有星云 那星云 其实还不止星云啦 好像还有一家 做半导体测试的 那个分析 材料分析的公司也有做 所以 最大的还是中砂跟生阳 那么 再来网友问到 雷射在医美上 皮肤的雷射 跟眼科的雷射 有什么差异 不一样 皮肤的雷射呢 它主要 是要把皮肤的表皮 给烧掉 各位知道我们的皮 受伤的时候呢 重新长出来的皮 会非常的嫩 白白嫩嫩的 那所谓的雷射 各位常听到那种雷射美容呢 就是用雷射光 把你的表皮给烧掉 让它长出心皮 它就很嫩 所以它用的雷射的概念 是不太一样 那 手术用的话 用飞秒雷射 是因为伤害比较小 那么 医美 把这个皮肤 弄得比较白 比较嫩的这一种雷射 它的考量不一样 它是要平均 打在你的这个皮肤上面 这个要求不太一样 所以 不可以不太不完全一样的东西 那美容我觉得 或许有机会我再做一集 专门介绍那个什么蜜糖雷射这种东西 那Riskify除了开源 还有其他优势吗 有 这个我们上一次有讲过 Riskify是2010年设计的 它是全新的概念 去设计的指令集 那么On呢 是30年前就有的 各位想想看 30年前设计的东西 跟现在设计的理念会一样吗 一定不一样嘛 所以Riskify除了是 Open Source之外 开源 更重要的是 它是人类最新型的指令集 在2010年才设计的 各位知道 现在CPU有32位元 64位元 对不对 你有听说谁有128位元的CPU吗 没有嘛 对不对 Riskify的规格书里面 已经定义了128位元的CPU 只不过呢 因为现在用不到这么多位元素 所以目前用的也只有64而已 可是它已经想到未来了 所以它有128位元的CPU 那么On跟Intel 目前从来也没听过 或许他们也有在考虑啦 但是Riskify跑得比较快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优势 所以它不是只有开源 事实上Riskify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 我们今天的科技导读呢 应金曲本的要求 我们来介绍被动元件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题目呢 是被动元件大解密 我们介绍电阻电容电感的原理跟应用 首先介绍电子元件的分类 再来讲电的主动元件跟被动元件 代表什么意思 再来我们介绍电阻电容跟电感的原理 还有应用 好我们今天的科技文答先到这边 各位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面 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 我们休息一分钟就开始科技导读 晚安 拜拜